那這個物件做什麼呢? 可以Create Item 因為這有點像你開啟Outlook在背後看不到 然後它再來要做什麼? 通常是新郵件 所以Create Item有點像新郵件 那它的編號一定從0開始 就是第一封信件編號為0 然後這個物件名稱叫outmail 所以有一個物件兩個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新郵件 那這個新郵件裡面需要給什麼? 一定是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網址嘛對不對? 那個就是跟這樣 它的那個email的信箱 那email的信箱在哪裡? 就是在我們的文字累加 假設我們這邊應該有一個叫文字累加的 這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你就告訴他 在文字累加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我就是要把信件寄給這些人 to 不過一般如果說你希望不要被別人看到應該是放在哪裡? 好像放 CC嗎? BCC裡面嘛 就是密件副本嘛對不對? 所以那你可以把它顛倒一下 to的話就空字串 把這個放到下面也可以 那這個subject的話 就是你要給它的主子 就是它收到信件的主子是什麼? 另外的話呢 attachment 這個地方 body就是裡面要放什麼文字 你就自己打一些字上去 再來的話attachment就是說你要 順便寄一些什麼 附加檔給它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 路徑給它 假如說是一個excel檔 那你就放在c點底下的根目錄下面 會有一個excel檔 記得給附檔名 比如說是xls s 是有聚集就m 沒有聚集就x 記得要打全名 最後的話呢 會有個點display 他就會把這一封信給寄出去 但是前提記住就是說 你必須先在你電腦裡面 我不知道這一台有沒有 先去設定好你的outlook 這個地方有outlook 你要先把你的outlook先設定好 裡面的那個什麼POP3 SMTP那些伺服器設定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用outlook了 所以我這邊是沒有設定 那如果你設定好了 再把它寄出 那這一封信應該就可以寄出沒有問題 不過因為我這邊沒有設定 所以沒辦法demo給你們看 那你們如果有自己有設定好的電腦的話 你可以跑跑看 也許你可以先 tool的部分可以先寄給自己 看看有沒有收到 如果有收到的話 以後就這樣做 不就可以把 剛剛的文字串接跟這個聯繫在一起 那以後要寄 一下就可以全部把信件寄給你要寄的 甚至你還可以批示處理 比如說你有很多不同的人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放不同的位置 然後寄一封再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要寄給誰 反正你可以批示處理 只要有個清單